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平安 认识我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我很喜欢看广告 我脑子里面老是有一些很多很多 很旧很旧的广告 今天我开始正道之前 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经典的香港广告 广东话的 大家听一下 没声音 大家忍耐一下 忍耐可以深盼望 以后这个PPT还是要做简单一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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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老的广告 这是一个1986年的广告 这个广告其实拍得不错 但是太久了 可能质量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广告 曾经被批评为一个 误人子弟的广告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误人子弟的广告呢 就是因为可能会误导小朋友写错别字 首先要想想一下 在香港的话 这个巧克力的翻译是猪古力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广告拍成猪跟牛的话 可能以后小朋友写猪古力 都会写成小猪的猪了 然后另外一个误导就是 可能误导小朋友以为是 巧克力是来自猪奶跟牛奶 所以说这个广告 是一个误人子弟的广告 但是我们要 其实这个广告挺有创意 而且这个广告 其实它很有一个背景 就是说 这个广告的歌 他说作曲的是一个作曲家叫郭晓玲 他是张国荣的那一首 《无心睡眠》的作者 所以这首歌 这个广告的创造者也挺有名气的 但是我们特别留意 这个广告的歌的歌词 他说 这个是用广东话写的 他说 如果牛奶太多 如果太多牛奶味的话 那巧克力就没有位置了 但如果巧克力太多的话 那牛奶味又没有了 但是 维他巧克力奶 它是刚刚好 所以就说 安美 安塞内 就是说 刚刚好 完全适合你 广告告诉我们 维他巧克力奶 它拥有最美好的配方 它刚刚好的巧克力 刚刚好的牛奶 它们的配搭是天衣无缝的 弟兄姐妹 维他巧克力奶 它有刚刚好的牛奶味 它又有刚刚好的巧克力味 其实 上帝创造人 也是一样 有男 有女 男女 各有特点 男女 各有特长 男女 各有职责 弟兄 不能 至高至大 姐妹 不能 妄知 菲薄 我们真的要为 我们上帝的创造 喝一身财 鼓一个掌 点一个赞 上帝所创造的 男和女 就像 这个广告的 最后的结尾 所说的一样 安美 安塞内 就是说 刚刚好 个个都会喜欢 很遗憾 我们 已经 渐渐 忘记了 上帝创造的 美好 今天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很多的 不幸的事情发生 还有很多很多 针对 妇女的一些的 暴力行为 据澳洲的一个 研究调查报告 这个是关于 2019年的 他说 2019年 澳洲有 74名女性 由于家庭的暴力 或者的性暴力 而死亡 这个报告又说 平均每一个礼拜 有一名女性 被目前或曾经的 亲密伴侣杀死 报告又说 平均每天 有8名女性 被伴侣重伤 而入院治疗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这些事情是发生在 西方世界 我们华人世界 就比较温馨 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同样 一个报告 是关于香港的 这个香港的报告说 香港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每年的 家庭暴力的总数 高达 3922 3382 3321 我们大家非常留心 看 大部分的 都是针对女性的 她们有 每一年都将近 84%左右的 这个数据 说女性在家庭暴力 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面对这些数据 我们非常的痛心疾首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真应该 好好的去读一读圣经 我们真的要 好好地去思想一下 上帝心目中的 男人和女人 是怎么样的 根据 《串世纪》的 一章和二章 我们知道 上帝的创造是 一到第五天 《串世纪》的一章 的一到二十三节 他说 上帝为我们创造了 光 天空 水 陆 地 植物 日月 星宿 还有玉 羹 鸟 到了第六天 上帝创造了 动物和人类 到了第七天 上帝歇了他的功 第六日 可以讲是我们 可以讲是 上帝创造的一个高峰 因为他创造了人类 这是上帝创造中的 巅峰中的巅峰 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 大部分都是写 上帝创造人类 他告诉我们 上帝是怎么创造人类的 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形式造人 就是说 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 然后他又说 上帝说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天空中的鸟 地上的星 处和全地 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 这告诉我们 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什么 安排人去管理 世间的一切东西 然后圣经又说 上帝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 他创造了他们 有男有女 这告诉我们 无论是男的 无论是女的 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形象所创造的 然后圣经又说 上帝赐福给他们 上帝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生养众多 遍满这地 治理它 要管理海里的鱼 天空的鸟 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 这告诉我们 上帝是 无论男的女的 他都是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要生养众多 管理全地 最后圣经说 看啊 都非常好 这告诉我们上帝 非常满意他的创造 他认为 他所创造的一切 都非常的完美 创世纪的一章 二十六到三十一节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一段经文 我想很多在组织学里面 长大的基督徒 都在组织学里面 听过这些经文 但其实 这么简单的经文 其实我们 还有很多的疑问 比如讲 这里提到 二十六节提到 我们 我们的 这就是一个争议 很多人会问 基督教 不是只有一个上帝吗 只有一个神吗 我们是独一的神 为什么这里提到我们 那是不是告诉我们 其实有很多的神呢 我们嘛 所以 我们有这样的疑问 传统上 传统上 我们教会里面 大家认为 这个我们和我们的 就是指圣父 圣子 圣灵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三位一体 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 我相信很多在教会里面 成长的 长大的 都听过这个说法 但有一点我们要知道 在旧约的年代里面 三位一体这个神学概念 还没有正式建立 所以我们不应该 太过强调三位一体 也有人认为 我们是指上帝和天使天君 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上帝和天使们商量 如何造人 这个解释 听起来挺浪漫的 上帝召开了一个会议 然后说 我们一起造人吧 这样 听起来很浪漫 但这个解释 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是指上帝和天使的话 那上帝的形象 和天使的形象 是一样的吗 同时 我们留个二十七节说 上帝是就照着 他的形象造人 接着 按着上帝的形象 创造他们 也就是说 这是他的 就是说 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 不是按照天使的形象 那就说 我们这个字里面 不应该是包括天使的 所以最后 有人根据上下文的意思 指出 我们 这是指上帝和三位一体中的灵 所以这个解释 听起来现在是比较 能够让人去接受的 也就是这个解释 可以 我们可以结合 创世纪一章二节里面 提到的上帝的灵 运行在上面 所以提到灵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上帝和灵 同时 这个解释 也暗示了 将来在新约里面出现的 三位一体的概念 同时 这也很符合旧约的一种神学精神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 其实男的和女的 都是上帝心目中的我们 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形象 什么是形象 在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 只有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而造的 那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呢 在西伯拉文中 形象和样式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指某物跟某物相似 它们的关系是 它们相似 但它们不相同 它们不相同 但一物可以代表另一物 有关形象这个问题 到目前来都是众所纷纭 有人认为 上帝的形象就是 人的自信能力的表现 也就是说我们有学习的能力 也有人说 上帝的形象对于人来讲 就是人的道德性 因为我们人是知道 理义廉耻的 也有人说 上帝的形象对于我们人来讲 就是我们始祖 开始的时候那种真善美 也有人说 上帝的形象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人的统治世界的权柄 权柄 不是权兵 就是我们可以征服这个世界 和控制万物 虽然是众说纷纭 但我们要非常小心 我们不应该把神的形象 解读成外貌 因为神是没有形体的 没有样子的 就像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四节说 上帝是个灵 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 所以上帝是没有形体的 那怎么可以用上帝的形象 指上帝的外貌呢 基于这一点的话 那我们 如果说上帝的外貌 形象就是外貌的话 那我们可能问 到底男的更像上帝呢 还是女的更像上帝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注意力 放在外貌上面 基于这一点的话 上帝的形象 应该是指向我们人的言行举止 圣经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从这里 从这段经文看到 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言行举止 向上帝 创世纪 一章26到31节 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 同时 这段经文 也让我们看到 很多的亮光 我归纳为四个亮光 第一个亮光就是 他告诉我们 男女同等尊贵 第二就是 男女同等 应该五点才对 应该错了 男女同等重要 然后是男女同等权力 男女同等门福 男女同等完美 男女同等尊贵 男女的创造 是在上帝创造万物之后 最后所创造的 这就好像一个 异常的大型的歌舞剧 最后登场的 必会是主角 他的身份 他的地位 他的责任 都是无可比拟的 所以在初期教会里面 有一个教父 叫尼撒的贵格力 他说 因为他天生就是君王 一出现 就要统治他的臣民 就是说 上帝创造人的最后出现 他赋予他权力 去统治整个世界 我们特别留意 经文里所说的 他说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照男照女 这期经文告诉了我们 我们是何等的尊贵 记住 男的和女的 都是一起被造的 所以男女同等尊贵 男女同等重要 神学家贾尔文 他非常细心地观察到 上帝创造万物 跟创造人 是不一样的 贾尔文说 上帝是以命令的口气 创造万物 就像诗篇三十三篇 第九节说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利 但是唯有在创造人的时候 上帝是用商量的口气 去创造男和女的 他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去造人 这就像 尼撒的贵格里 他所说的一样 他说 唯有在创造人之前 是经过慎重考虑 也就是说 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 是非常慎重的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可见 我们人是多么的重要 那他在创造人的时候 是男女一起创造 所以无论是男的 无论是女的 都同等重要 男女同等权力 创世纪第一章 总共用了六节的经文 来记载造男造女 这比任何的创造都要详细 他不但告诉了我们 上帝是按照 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人 同时还宣告了 上帝创造人的目的 就是要人帮助他 管理这个世界 我们要留意创世纪 一章二十八节里面 上帝在这里一口气 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是同时赐福给男的女的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他同时授权给男的和女的 授权给男的女的 他说你要生养众多 遍满这地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雨 空中的鸟和地上 各样的生物 所以这里出现两次出现了他们 很明显上帝的眼中 男人和女人是毫无分别的 男女同等权利 男女同等门符 上帝亲口应许男人和女人 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食物 他说我把全地的一切 含种子的五谷 菜书和一切会结果子 果子里有种子的树都赐给你们 这些都可做食物 可见 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们都是同时蒙福的 男女同等完美 细心窜世纪一章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上帝一连说了七个好字 他在第四节说 上帝看光是好的 第十节说 上帝看为好的 十二节说 上帝看为好的 十八节又说 上帝看为好的 二十一节也说 上帝看为好的 二十五节 再重复一次说 上帝看为好的 到了三十一节 他说 看哪都非常好 上帝相当满意他的创造 在上帝的眼中 每一样东西都是十全十美的 特别是三十一节 上帝除了说好之外 而且还前面加一个非常 很明显 上帝对他所创造的一切 都是心满意足的 但造了男造了女之后 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更加完美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这么说 男的女的同等完美 没错 男人和女人 都是上帝的精心杰作 我们绝对要尊重 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姐妹 因为男人和女人 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贝 可以讲是 就像今天的题目一样 半斤八两 大家都是同等重要的 我可以大胆地告诉大家 不尊重姐妹 就是不尊重上帝的创造 不尊重姐妹 就是违背上帝的心意 不尊重姐妹 就是不爱上帝 姐妹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在这个男权的世界里面 的确经历了一些 让人难以释怀的不公平 就以我们中国的文化为例 几千年来 我们都鼓吹 男尊女卑 女子无才便是德 三重是德 三步不出闺门 生那个女的可能会说 生那个亏本货 然后我们会说 男主外 女主内 我们细心流行 我们的中文字里面 凡是跟不好的东西出现的 都会加个女子边 比如像尖字 贪婪的男字 甚至妙字也是 女子越少越妙 越少越妙 就是女人越少的话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更加妙 所以中文字里面 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 对女性的启示 或者对女性 不公平的字在里面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我第一个女儿 我第一个孩子是女儿 虽然我爸没什么 他爷爷虽然没什么要求 也没什么的不满 但是很多时候 他会加 有时候看到小孩在玩 或者读书的时候 他会加一句 不知不觉地加一句 就说 哎 是男孩就好了 这么聪明 虽然他没讲启示 但听起来都不是很是味道 所以 姐妹 在这个男权世界里面 的确受到了很多的不公平 感谢神 我们圣公会教会 我们特别注重男女的平等 你看我们教会里面 教区里面 我们有女主教 我们有女牧师 我们有女的领袖 我们还有女的同工 所以在教会 在教会里面 男女都可以发挥 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恩赐 我们可以 种之沉沉地去复兴 我们的教会 教区在前几年 还大力推行这个 反制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行为 我们就所谓的英文叫做PVAW 就是希望我们教区 教会能够做得更好 更加去保护我们的姐妹 作为一个基督徒 无论你是弟兄 无论是你是还是姐妹 我们都有责任 都有负担 去保护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姐妹 以免她们受到一些暴力的对待 所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 PVAW中的暴力 一直以来 我们都误会 所谓的暴力 就是身体上的一些暴力 比如讲 我们拳打 我们脚踢 我们长刮 还有是我们这些总是在肉体上面造成伤害的叫暴力 其实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的一种它的定义 暴力 其实它是包括很多东西的 包括了言语上面的 包括了精神上面的 包括了经济上面的 包括限制人生自由等等的伤害 都是暴力 比如讲如果一个弟兄 你控制你的太太的金钱上的使用 比如讲你每个月或者每一天 都给一点点的零用钱给你的姐妹 让她不够钱用 其实你要小心 可能她会可以告你是家庭暴力 因为你的这个金钱的限制 让她不能出去跟朋友见面 或者很多很多事情不能做 这也是一种暴力行为 或者是有些家庭发生的事 姐妹如果出去之后 老公回来可能会拼命地询问她 今天去了哪里呢 跟谁见面呢 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还要可能会去查看一下你的电话里 手机里的一些消息的话 这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种 所以我们特别小心了 在座的弟兄 我们特别小心了 有时候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地做了一些事情 比如讲我们可能会对姐妹 对身边太太说了一些话 这些话可能也会产生一种家庭的暴力 比如讲有个弟兄说 你呀真蠢 跟他太太讲 你真不聪明 什么都蠢 你经济上面也没能力 你工作又不会没有我好 你什么事情都不度不入我 但是你只有一样东西比我强 你就是你有一个好的伴侣 听起来很吵笑 其实这个男的也伤了男的 伤了那个姐妹的自尊性 男的这个女的什么都不如他 另外我们也要重视PVAW 我们不要以为PVAW 就家庭的针对妇女的一些暴力行为 只发生在一些遥远的地方 或者发生在一些西人 或者其他民族的身上面 其实我们的身边也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警惕我们身边的一切 我们要义不容辞地站出来 我们发现这种行为的话 我们就要勇敢地向这些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说No 而且我们要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是零容忍的 不能就说睁着眼开着眼 或者小小事情就不要理他了 我们一定要不能做到那种 事不关心 事不关心 急不劳心那种态度 我们也不可能要做到 我们也不能做到是 个人至少门前选 莫管他人瓦上霜 人家家里的事情就不要理他了 另外我们也要姐妹 我们也要改变我们的根深蒂固的思想 很多时候姐妹觉得好像就是家庭暴力嘛 应该是正常的我们去就忍受吧 我们还有一种说家仇不能外扬 我们可能也说夫妻打架传伟就和好了 我们也说一夜夫妻百日恩 我们可能也说老公打女的 这是天公地道的 我们就谁叫我是女人呢 这就是命 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 同时我们基督徒也要正确地理解 什么叫爱 当这些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能用一个爱字来去概括它 不要说为了家庭的何意义 为了这个婚姻的完美 我们还是忍忍吧 就容忍这些暴力吧 这些容忍就会造成大错出来 另外姐妹也要懂得保护自己 而且还要懂得知道我们是上帝 你们是上帝所创造的 你们和弟兄一样有同等的权利 同等的完美 同等的重要 同等的尊贵和同等的权利 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圣经的教导 明白了圣经在创造男和女的时候 是同等的时候 那弟兄的就会更加地爱姐妹 姐妹的就会更加地会去保护自己 好 我们来到结论 最后嘛 我想以清代诗人圆美的一句诗 结束今天的正道 圆美的一句诗他说 台花如你小 也学某当开 什么叫台花你们知道吗 就是那种清台的花 就是一绿色的清台 这种清台看不起眼 但其实它也会开花的 它会开得像小米粒一样的小花出来 诗人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台花虽然小 但是它开的时候 它也会像某当花一样 开得这么灿烂 这么漂亮 所以在这里 我愿每一个姐妹 都像台花那样的生命 不要小看自己 在上帝的光照之下 你们都会像某当花那样 开出灿烂的花朵 因为你们是上帝的精心杰作 因为你们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因为你们和弟兄一样尊贵 因为你们和弟兄一样 任重和道远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以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 并让我们管理这个世界 但我们实在不配 我们自大 我们自私 我们软弱 亲爱的天父 求你加恩加力给我们 让我们好好认识你和我们自己 让我们不忘你在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三十一节教导 让我们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 都能彼此相爱 都能成为你忠心良善的管家 奉主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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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